我在想啊 同学来这个课堂 说学所谓的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那当然是我觉得在我个人的立场 当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一读的中医经典 可是呢 才一铁最单纯安全的桂汁汤 就已经这样子复杂了 那其实我觉得用金方是一个很容易把自己宠坏的一个学习 就是你开始用金方以后习惯他的一些处理方法以后 你会好像那种住惯了五星级饭店的人 然后吃什么都觉得不够好吃 然后那种感觉会出来 就是在中药这个领域其实嘴巴会有一点叼哦 就是习惯了桂汁汤的话 你其实很多外面一般感冒药都不爱吃了 那所以 同学稍微 可能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说 这真的是你要的吗 就是 就是进入一种 比较 比较龟毛的世界 我觉得张仲景的书真的写得很龟毛 就是一铁药这样子 就是一铁药才几个字 可是吃法那么多个字 就是 其他医生可能 就觉得说 就什么病吃什么药啊 就这样子了 但是张仲景的书会这么的仔细 那这个 再来我们要讲一下这个神龙本草经里面这个 母桂跟桂桂啊 那这个桂汁这位药呢 我们说它是 胃心温无毒啊 就是有辣味 它的性子是温的 然后呢 他说 治这个上气 可逆 洁气 喉壁 吐息 立关节 然后补中一气 九福怎么样怎么样 那神龙本草经 凡是上品药 一定说什么 九福可以什么 长生不老啊 那这些话其实 在一个更重要的事实之下 其实没有太大意义 就是到今天为止 我们都知道人一定会死 对不对 所以就 那后面的那个部分就 稍微 看看就算了 那 他这个治上气 可逆 劫气 后必 吐息 这个东西啊 我要从桂汁的一个很基本的要性开始讲 就是桂汁 它能够走在我们的淫份 走在我们的卖馆里面 然后呢 给予我们这个银份 这个养份 能量 对不起 那它呢 桂汁其实是 如果我们说胃气比较属于阳 而银气比较属于阴的话 如果我们把银当作为阴的话 桂汁它是一个 能够补啊 并且能够通 我们身体所谓的 阴中之阳的药 这是血管里面啦 脉管里面的这个能量 所以桂汁我们通常会取它这个通阳的效果来谈论它的种种组织 那这个通阳的效果啊 可以这么说 就是在桂汁汤的话 我们桂汁汤在干嘛 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 那在桂汁汤之外呢 我们如果单是吃下桂汁这味药 我们会怎么样啊 单是吃下桂汁这味药 我们身体里面的很多的能量啊 会被这味药贯串起来 它好像帮我们身体开凿地铁一样 就是吃了桂汁以后 身体很多原来阻隔不通的能量会贯串起来 那这个贯串起来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它比如说它制一个东西叫做土吸 这个土吸就是一个人啊 吸气进去好像马上就吐出来 那这个主观的感觉是在形容一个什么状态 形容这个人本人感觉到的 他自己呼吸很浅 可是这个东西呢 如果你要用一个科学的解剖来看的话 人吸气来气不是就是肺吗 对不对 怎么会呼吸浅呢 但是在一个人主观的感觉是很有差别的 就有些人呼吸就只觉得这里有空气在游动 可是有些人呼吸就觉得 是觉得那个身体有被这个呼吸带动到的地方 有到这里的甚至更低 对不对 听说功夫到的人还会到脚底呢 那这种呼吸会有的身体感的 这个身前啊 它牵涉到什么事情呢 我觉得跳开中医讲一个心理学层面的事情会比较容易说 就好比说 现在的心理学会说啊 如果你有什么情绪有压抑的话 那你身体某一块肉会比较僵 比如说累积了东方人累积了疲劳就会肩膀比较僵 或者是累积的愤怒会拿一块肉比较僵 就当你的身体有把一些负面的能量 硬的压抑在某一块地方的时候 那一块地方就为了要封住那个能量 那个地方就不通了 就一块不好的能量 就是好像占据你身体的某一个部分 而那个部分的身体就会变成一个比较没有感觉的身体 那那个比较没有感觉的身体 就是你呼吸的时候感觉不到你的呼吸的身体 所以从就是你有能量被封住 有情绪的压抑越多的人 他主观的感觉会觉得呼吸越浅 这样子的同学能够听明白吗 就是说好比说我们有的时候 只要自己开始生气了 其实呼吸就比不生气的时候浅了 就是情绪会占据掉一些身体的区块 那当一个人情绪累积很多 一直压抑 有的时候会压抑到那个人 本人都不觉得自己在生气 这样的状况同学大家也能理解 对不对 就是压抑到后来的话 就会变成一个没感觉的状态 而这个没感觉的状态呢 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在 把一个人的脉的时候 把出来的 比如说左手的关脉 我们是把一个人的干脉 如果一个人情绪压抑到都没感觉了 往往他的干脉是可以拔到两条或者三条的 就是明明那边只有一条血管 可是把脉的时候干脉会拔到不止一条 那这个不止一条的干脉就是在告诉你说 其实你身体的能量已经被隔开成好几块了 那这样子的人呢 他日常生活是什么表现呢 会表现成那种 这个人好像一点恶意都没有 可是他就是做事情有点少一根筋两根筋 所以他会不小心做错一些事情 把周遭人都弄得很火很火 可是呢 他本人依然是一点恶意都没有的 你们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啊 那这样的人其实就是他压抑的情绪 已经被人说他潜意识的要让他周遭 所有的人都不好过 但是他自己本人是不会知道的 那从前我们公司就有这样子的同事 然后我有一个跟我一起学中药的朋友啊 就给那个同事吃了比较多量的 以贵枝为主的一个科学中药 叫做贵枝加龙骨牡蠣汤 那个以后会浇的啊 那吃了贵枝加龙骨牡蠣汤之后啊 那个同事啊 那个两条三条的甘脉 就在半个钟头之中变成了一条了 然后呢 那个同事身上就发生了一个变化是什么呢 从前他以为他不会害怕的事情 从前他以为他不会生气的事情 你再问他他就会觉得 我会生气了 我会害怕了 就是当能量通了之后 那个情绪就出来了 就是有些东西会被挖掘出来 但贵枝这个药物的能量 真的可以做到这个地步 所以像吃贵枝系的补药 比如说什么小剑中汤啦 贵枝加龙骨牡蠣汤啦 我们在临床的时候 往往会遇到 有人越吃脾气越坏 就是原来他什么都闷闷的 现在开始什么都会回嘴了 就是有这样的状况 但是其实 鬼这样的状况出来 还是比不出来要好啦 就是整体来讲 那么因为他能够贯通你的身体的能量呢 以至于啊 他这个猴臂前面有一个节气 就是你的能量如果有纠结在一起的话 他就变成有能力疏导他 对不对 所以你的这个能量就会比较通啊 就像有一个治疗子宫肌瘤 常常用的金方 叫做贵枝扶林丸 那贵枝就是通阴中之阳 那牡丹皮是卸阴中之火 就是这些组合 就是贵枝跟牡丹皮 一个是补墙阴中之阳 一个是卸掉阴中之火 所谓的阴就是脏跟腐相比的话 脏比较阴 那皮肤跟骨头相比的话 骨头比较阴 就是比较阴的部分的那个能量 在受他的调节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如果说这个节气能够散掉 然后他能够让这个人感觉主观的呼吸比较深 那他间接的对于治上气可逆就有一点意义了 其实一般来讲 我们中医治咳嗽的药物里面 并不包含贵枝 对咳嗽我们会用化痰的药啦 对不对 什么降气的药 就是说好比说我们咳嗽 都说气往上冲才会咳嗽嘛 所以我们会用杏仁啦 或者酥 紫酥液啦 那把这个气平下去 对不对 所以都是有直接治咳嗽的药 那如果你要说贵枝治咳嗽 其实不如说贵枝治感冒算了 就是贵枝是 就是咳嗽是感冒的负症 克症 不是主症 但是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 药物里面一旦有贵枝 你全身的能量比较能够融合为一个整体的时候 那个人本人真的会觉得他的气比较能下去 于是他那个咳嗽 间接的来讲会比较不往上冲 所以贵枝它有这样的效果 所以让这个人的能量有一点 好像往下贯通的感觉 贵枝是可以做到的 那么至于说猴臂 猴臂的话在中国比较专指的是 就是扁桃腺那个部位的这个发炎或者烂尿 那扁桃腺的发炎或者烂尿 虽然在温病的世界看待它可能会觉得是细菌性的发炎 但是我们用伤寒的角度来看会觉得感冒而扁桃腺痛的人 很多很多都是因为哨阴病就是他的哨阴经不通以至于扁桃腺的肉死掉了 那那个时候扁桃腺很痛很痛的那种症状 古时候叫做猴臂 那这个死掉一块肉的这种扁桃腺的烂掉 那你要用消炎药其实不一定会有效 在以后张仲锦的这个哨阴天里面会讲到这个比如说桂枝跟半夏同用的一些方子 他就是要用桂枝把那个淤色住的这个死肉的部分冲开 让他的心血能够进去旧血能够代谢掉 这样那块肉才能够好起来 所以反而是要用热药去治那个很痛的扁桃腺发炎 所以这种纵井的确是有这个法的 所以实际上来讲这猴臂是有的 那立冠节 那我们上次有讲过 桂枝能够把风气驱除掉 对不对 那我们张仲锦治风湿的方里面用桂枝的机会就很大了 治痛风的方也是 就是你有了桂枝 他到达你的四肢血脉就能够顺便驱风嘛 那这个不管金方跟石方都是这样子用的 所以立冠节是有的 那至于说 补中意气九福通成轻生不老 就是基本上他在适当的范围对身体还不错 那至于怎么做到以后会交到一些补药 那你们会看到那个桂枝在补药里面 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那么至于说 这个桂枝啊 这是我们现在叫的肉 说的肉桂啦 那这个他说 主百病养精神和颜色 为主要先平通食什么什么 其实他有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吃肉桂 就可以让人好像比较不会老 对不对 什么永远都看起来很年轻 那我们中国人在讲到这个肉桂跟桂枝的作用点的时候啊 就会觉得桂枝因为它的性味道比较淡 味道淡的东西都会比较入上胶 所以补这个区块的羊 那新阳跟下交的圣阳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 那我们中国人不是都说我们的心属火 对不对 火就是一个梨挂 梨挂是什么东西啊 是两个羊窑包住一个阴窑 对不对 那圣属水 圣是坎挂 是两个阴窑包住一个阳窑 那这个 圣水里面就是 在这个水葬里面有一个阳 那个阳我们称之为命门之火 能够把这个水烧成一种气 然后从上面来浇灌我们的身体 那这个心的话 因为中国人的心是一个灵魂上面的器官 那这个能量区块 它必须有一些实质的东西 比如说肉体的心脏 或者是这个实质的血液 让这个能量能够依附在这个实质的这个心脏上面 所以心包是物质的心 那中国人说的心是能量的心 那这个心中间要有一个物质的 处于阴的东西 让这个能量能够依附 所以这是梨挂 那我们中国人都会觉得 人要能够睡好觉或者怎么样 一定要心肾能够相交 对不对 不然的话人会健忘啊 会怎么样 但是心肾这个东西 其实呢 我们就会觉得 心里面这个阴呢 是肾分给他的 然后肾里面这个阳呢 是心分给他的 就是肾里面的阳其实就是心阳 他们交换留学生一样的这种状态 那么 一旦嘛 你用了肉桂 肉桂这个药物 因为刚刚同学都有试吃 跟桂枝比 你们觉得肉桂的味道浓多少倍 很多倍 对不对 那一旦一个药物的味道很浓的时候 它就会比较入下胶 可是它的能量到底是跟心阳是同类的呀 所以当它的重量太重不能够去抓住上胶的心的时候 它会怎么样 它会去抓住下胶的心 那下胶的心就是肾里面的命门火 所以肉桂它是一个非常专补命门火的药 当然你也可以说 因为桂这个东西都能够补充阴中之阳 所以实际上用桂的话 无论是桂枝或者肉桂 都能够补肾羊补肝羊补皮羊 只要处于阴的脏 它都还能够补得进去就是了 也不是说肉桂一定补不到上面的心 也不是 但是基本上这个药它的味道浓到一个程度 它就会专补下胶 所以呢 同样我们在心方里面会说 这个补肾羊的是什么药呢 因为有父子 可是呢 我们在这样子讲 其实张仲景的金方里面是没有用肉桂的 张仲景的药方里面用桂就用桂枝而已 其实张仲景的药其实很少用到很桂的药 都是比较便宜的 那它如果要那个桂枝发挥肉桂的药性 它就怎么样 就加很多就好了 就加量 那这个肉桂呢 在一般的中医的用法 如果你拿来跟父子相比 就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好比说当年香港有一个叫做谭树渠的医生 他的父子常常一用就是现代剂这样的八粮 很大剂 但是呢 谭树渠他即使父子一出手就是八粮 他用肉桂都常常不超过两千 这是为什么 因为父子的药性进入身体 他并不会非常执着的一定留恋在身 他会全身走 所以父子的药性没有那个很强烈的专注性 可是肉桂不一样 肉桂他就很强烈的锁定命门 就往命门去 所以如果你肉桂一次用太多的话 你的身会烧坏 会上火 这样能够明白吗 父子有时候用多反而没有关系 但是肉桂确实不能用多的 所以这个坐标上面的这个锁定性 肉桂跟父子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虽然同样你说他补圣羊 但是用法上还是不一样 那这个肉桂呢 用了之后 为什么人会年轻呢 因为我们人 我们说啊 一个人要能够长生不老 比如说我们不要说永远不会死吧 人一定会死 但是过去的记载 地球上也曾经有活得很长寿的人 比如说像那个 有一个什么家族啊 他们自称是彭祖的后代 他们家有一个彭祖的家谱 然后就写说 当年他们的祖先就是吃灵芝跟肉桂 食桂与芝 所以能够活那么久 那么我们人体啊 其实老化是要需要一些必然条件 比如说七一他就会说 一个人啊 脏气要老化 最先老化的脏气 一定是那个脏气 常常处在微微发炎的状态 那个脏气就会特别快老化 那我们有时候 内脏处在微微发炎的状态 我们几乎是没有办法医治它的 因为自己没有感觉 对不对 可是在中医的立场来讲的话 有一样东西可以让五脏的火都不烧起来 那是什么呢 就是从命门那边增上去的水气过了人的头顶 再浇灌下来 这个水气上到头顶再下来的那个水啊 可以扑灭我们五脏的这个火 所以一旦你有一个药物可以长期而稳定的补助命门之火 让这个水气一直能够上头顶 那像你吃补命门火的药需要一个特征 就是你吃了之后 你很快就觉得你的口水变多 绝不是说吃了热药 你就会口干舌燥 那是用的不好 用的好的话 你用下去无论是四泥汤 蒸五汤或者是什么肉桂 都会让你口水变多才对 那才真的有补到 补到命门的时候水气会上来 那中国人修道的人不是都在说 最好是有很多的口水 对不对 这样对身体比较好 那那个特征出现的时候 就意味着你的五脏之火会被浇吸 那这个人的脏气就可以用的比较久 所以你把命门保养的越好 虽然就会越长瘦 那肉桂保养人的这个效用是在这个地方 那至于说怎么样灵活运用肉桂呢 像是后代在父亲主的医学里面 他发展出一个方法 就是当一个人的这个下焦的火 因为阳虚或者怎么样 拖到上面来的时候 会有一种这个圣火外拖的现象 这个东西呢 主要的症状表现是说 他的脸或者是口干舌燥 然后脸很容易发炎 有的时候就发炎成那个三叉神经痛 或者什么样 可是呢 他的膝盖是冰的 那你就知道他的能量都拖到上面来了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能量是越降下去越好 对不对 那么他的用法就是 比如说他的主要结构 就是用重剂量的地黄 然后里面加肉桂 然后再加把药往下拉的牛膝 牛的膝盖 那是一种草药啊 牛膝 那用了地黄跟肉桂跟牛膝 他们称之为 他们把这个方法称之为 萤火归原 就是这个火呢 他要把它收回命门里面 让他做该做的事 不要让他浮上来 就是上面上火的一塌糊涂 膝盖是冰的这种人啊 那他吃了这个药之后呢 牛膝把肉桂往下拉 那中国人都相信 相信这个 铜器相求 物以类居 那当这个肉桂这种很热的药被 拉下去的时候 他就会把身体里面的那些上火的火 一起吸引过来 然后带到命门去 那你给他很多的地黄 把那个肾水补足 那这个火被拉到肾之后 那个肾水把它包住 让它就不会再浮上来了 所以这样子就是 后世啊 父亲主义学流派 他们后来发明那种 萤火归原的方法 那就是一种虚火的状态呢 需要用这样的方法处理 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食用肉桂的角度 同学就会明白 为什么他会说这个肉桂呢 为猪药先品通食 就是有一些药 你要让它补的比较里面 那你可以用肉桂往 因为肾脏是人最深的脏 对不对 那肉桂既然能够到达肾脏里面的话 其实它就可以帮很多其他的药开路 把那些其他药的药性带进来 所以它这个通洋的药性 这肉桂枝跟肉桂是有这样的不一样 那至于说张仲景还有些其他的方 很明显的使用到桂枝的通洋的药性 比如说张仲景有一个方叫做蜘蛛伞 有没有人听过啊 那十只大黑蜘蛛抹粉 那是治什么呀 治 就是小孩子有一种病 就是小孩子 他的那个男生吧 就是扇气 他的那个阴囊 会有一坨肠子掉下去 那 那你就 拿十只大的黑蜘蛛抹粉 但也不是十只 其实一次只是一点点啦 然后加上肉桂枝抹成粉 那这是一个巫术 但是它很有效 这方很有效 那你们都 我们都知道 蜘蛛是会沿着这个线这样子 爬上去的对不对 所以你吃下去之后 桂枝就当那个能量的线 然后那个肠子就会拉回去了 那这个方对小孩子特别有效 对大人不太有效 因为小孩子能量比较够 所以拉得回去 大人的话就要 大人的话就要从另外一条路来治 就是大人可能是肝筋太寒 所以可能要补暖他的肝筋 比如说用无猪鱼啊 或什么的药 或者是揪那个肝筋的大蹲穴啦 或者是 还有一种是肠松掉了 那肠子松掉是用那个 肠松顶的大剑中汤 那个不管是要干净 但大人就有大人的治法 但是小孩子用蜘蛛伞就非常有效 所以这也是从这边可以看到一点点这个 这个桂枝的药性 那么 那还有呢 就是肉桂这位药 其实它的那个味道是有一些挥发的药性 同学们又发现打开它的时候会闻得到它的味道 所以如果你把好的肉桂放在家里面摊在那儿 那摊个半年一年 其实药性都蒸发掉啦 但同样的 如果你买了那种很好的肉桂入肩计 在煮半个钟头一个钟头 那其实很多它的药性都蒸发掉 都损失掉了 那所以肉桂实际上在用的时候要怎么用呢 比如说可以我们可以把它请药局磨成粉 然后把那个肉桂粉放在非常密封的那个罐子里面 那因为你一旦打成粉它更容易蒸发 所以你的罐子一定要密封得很好 那这个药说要加两千肉桂 那你先把药汤煮好 再把那肉桂粉花两千下去嚼嚼一起喝掉 那这样子才能够保住肉桂的药性 药性才比较足 那如果我不打粉的话 我有一个方法 我有时候是用那个保温糊 所以药煮好了之后 把肉桂丢进去 再把那个滚烫的药汤倒进去 然后再关起来 放一个晚上再喝 那这样子焖烧也可以让它的那个味道不跑掉 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先把肉桂请药局打粉 然后做成米糊丸 就是我们一般做药丸是做 蜜丸对不对 但是蜜丸不太有能力封住那个肉桂的气味 但是用米来做丸的话 就米的那个丸那个酱糊结起来 它能够把那个里面的味道封住 所以做好米糊丸的话 家里面就可以放收藏一罐肉桂的米糊丸 那以后如果你煎鸡 需要用到肉桂的 那你就先把汤煎好 然后再用那个汤来吞肉桂丸 那那个肉桂丸其实是一种东西的特效药 肉桂做成的那个米糊丸是那个治疗瓜果商的特效药 就是如果你是身体的那个脾胃啊 一下子因为吃太多生冷的东西 比如说水果啦或者是什么西瓜 吃到那个身体不对劲 消化到不对劲 那就吃肉桂完全特效药 但是因为比较桂啊 所以我平常都是用李中汤代替啦 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个是桂这位药啊 那再来 勺药这一位药呢 我们上次其实已经讲了一个梗概了 我们说勺药会让内脏啊 构成内脏的平滑肌松开 对不对 松开之后 腹部的脚痛就可以缓解 然后呢 松开的同时 你的主要的一些大的静脉都会打开 那打开以后就会把血液往里面拉 对不对 往这个身体的中心拉 所以这是勺药的一个 比较明显可以观察到的药性 那它主治这个邪气腹痛啦 除血壁啦 其实因为有一些 这个邪气到底什么邪气就姑且不论 但是如果是肚子绞痛的话 用勺药是很有用的 当然我们实际上在用的时候 有时候加点当归啊什么的啊 就是因为勺药单独用比较寒 所以我们总是要加一些暖药去帮忙它 那除血壁的话 如果像我们的血液运行不畅 其实勺药它既然可以把静脉的血管拉回来 血管里面的血液拉回来 其实就可以把一些不通的血把它疏倒 对不对 但是这个血壁并不等于淤血 就是真正结块的淤血 其实勺药还不一定有办法 那将来伤寒论里面会有更强的破雨血的药 比如说水质啦 比如说这个盲虫啦 盲虫就是那个丁苍蝇那个西 丁牛啊 马西雪的那种 那种大苍蝇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他说破肩肌寒热扇脚 那这个当然就是各种这个区块的不通畅 他都大概还有办法处理吧 那这个扇的话 其实刚刚讲到扇气也带到一些了 那之所以勺药能够治扇 其实明显用它来治扇气的方子并不多 但是因为勺药是一个比较会养肝血的药 就是我们说如果我们晚上要血液都回到肝脏里面去休息 那用勺药可以让这个血液都回到肝里面去 中医古时候他们的说法是说 有一种说法是说 因为勺药一般的春天的花都开得很早 那勺药是五月才开始开花 所以它是最后开花的春天的花 所以它是所有的那个春天的气的那个 把它最后做一个总的这个接收的一种药材 所以认为用了勺药 它就可以把这个肝脏的一些残局下来的东西收拾好 就把血都叫回肝里面去休息 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那的确少要养肝血的效果是可以的 所以那因为人啊 善气这个东西多多少少都跟足绝因肝心有关系 因为吃足绝因肝心经过性器官旁边嘛 所以如果你肝养的比较好的话 间接的还是会可能有一点帮助 但是直接的话就不一定是非常的有那种强大的效果 因为少要到底是一味比较寒的药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体质很寒的人 或者是就是血液的状况 是处在血寒而不是血热的状态 那你用勺药其实有的时候会有副作用了 会被寒到 那么那关于勺药的副作用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古时候的中国人呢 有的时候会说 产后的妇人不是那么适合用勺药 那当然张重景的方产后的妇人调理的方用勺药的非常多 但是那个是妇方啦 那个说法可能是指单方 那单用勺药对产妇有什么不好啊 因为产后子宫要赶快收缩成原来的形状嘛 对不对 可是用了勺药它就一直松在那边 那这样子的话不是很麻烦吗 所以产妇是不适合用勺药的 因为它会让子宫一直松在那边 可是呢 这个话传到后来就出现一些问题 因为呢 勺药不适合用于产妇 是有因为它有一个这样的特殊的药性 可是后来就有医学研究者 以为说是因为勺药太寒 于是就把勺药当成一个标杆 就是说既然勺药这么一点点寒的药都不可以用 那比勺药更寒的药当然更不可以用 于是产妇即使是有些食热高烧的病 大家也都不敢用寒的药 那就变成一个不太对劲的事情了 所以这要跟同学说清楚一点 就是产妇的禁忌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 那至于说后面那个扇后面还有一个甲 那这个中国人说这个身体里面哪个地方有肉有结块 好像有一个字是叫针 有一个字是叫甲 那中国人说确定有一块实质在那边不会动 那中国人说确定有一块实质在那边不会动